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我們票票超級厲害 那麼其中的IV的區域更是一分鐘之內被搶光 謝謝啦!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享受IV 我們昨天可以幫助自己看球 好的 那我們今天來到現場原來的少年 更別是大美花大新的讚美 那請大家來瓶瓶自我介紹一下 好! 我們是小狗打身張 大家好!我們是原子少年 我是小狗林佳誠 我是豪銘 我是尼爾森 我是立姐 我是紫翔 我是Mercs 我是小姨 我是友翔 哇! 歡迎! 麻煩的尖叫聲啊 好! 首先我想要請問你們 我們露天團的音像是什麼 那其實有沒有精彩的音像 我覺得我對那個 樂天團員的印象是送子趴 因為平常會在網路上看到很多歌手來表演 然後還有很多藝人啊 YouTuber來開球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哇! 好羨慕他們喔 好想要也站上這裡來開球看看 結果今天我們就站在這裡了 哇! 今天都要達成了對不對 對 很開心你們這麼期待 其實我們也非常有榮幸 可以邀請到我們來 樂天團員棒球場 謝謝 我們知道原子少年呢 你們的表演經驗真的非常的豐富 所以呢 這一次第一次跳上我們球場表演的心得 有沒有一些想法 想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然後因為我們不是以 輸到藝人的身份受搖 而是還在選手的時候 能夠被受搖真的非常的榮幸 然後棒球場地對我們大家來說 都是第一次的經驗 所以真的非常的珍惜 謝謝 而且我們知道你們這一次是首場公開的表演耶 就是給我們了 我們太幸福了吧 都表現得好嗎 好 各位 所以你們在這個球場上表演的框框已經打夠了 那麼未來呢 有沒有更多的一些目標跟期待給大家分享 未來的話就是 因為我們這次的原子少年受到大家的喜愛 然後其實這是我們一年多前給自己的目標 然後現在看著目標達成 我覺得我們很開心 然後從此很感激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帶給大家更多不一樣的原子少年 哇 非常的期待 我們要跟我們支持他們 那麼專門節目跟原子少年都想要大家的關注 一定要來感謝你們的更新朋友一些粉絲們對不對 對 好 請假聲音囉 我覺得 真的很感謝大家支持原子少年這個節目 然後我覺得在原子少年這個節目以前啊 我們的付出跟努力其實 只對我們自己 只對我們自己有意義而已 只是 因為原子少年這個節目然後我們收到關注 然後收到很多粉絲的來信 他們看了原子少年之後然後變得更有勇氣 然後去追尋自己的夢想 我就覺得 其實 這些努力其實對支持我們來講 意義更重大 然後最後 我希望 感謝支持我們的人 然後 Rise up again 我們都是原來的少年 呃